台季的麻辉达的GTC大会上面 执行长黄仁勋 跟大家郑重的宣誓 人形机器人的时代来迷了 但是这一幕留下了彩蛋 就在黄仁勋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后面有个大大的logo 索罗门 因为这个画面 让索罗门的骨架连续三天 一开盘跳空涨停 一开盘跳空涨停 连续三天你想买也买不到 正式的宣誓 机器人时代来临之际 其实台湾的机器人 在早期我们叫工具机产业 台湾做得非常的好 台湾的产业聚落非常的不错 所以接下来 到底这机器人将会进化成 什么样子的战力 还有台湾 谁有机会再复制索罗门的行情 昆仁我们请上台来 索罗门红了 刚刚成文大哥还问我说 这个页配要花多少钱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台湾在这个工具机产业本来就已经很厉害 是没错 那因为刚刚驻华在讲说 有没有索罗门第二 那我跟大家说没有 因为这真的是太强了 因为他就是几乎叫做是挂保证的这样的状况 但是这边的索罗门不是叫你去做追价 而是我觉得要回归到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 驻华帮大家提醒到的 其实我们自己的国内的工具机产业 一直以来都是很棒 都有很强大的聚落 甚至有很棒的技术领先 可是其实在过去这几年来 尤其在2023年 那包含像是全球的 因为这市值的话是用亿美元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自己台湾的 然后这个单位的话实际上也是亿台币 那从去年开始 我们看到最惨最惨的产业的那个产 那在去年发生了 这是工具机产业的产值 对这是整个全球的工具机产业的产值 然后从2021到正25%多的成长 然后到只有2.9%的成长 到了去年的话 变成一个大幅衰退 主要的原因是在经济的衰退 然后甚至像是高通膨的冲击 然后甚至像是市场的需求 在中国也好 在美国那边也好 都是比较疲弱的状况 所以在过去这三年以来的话 都是比较属于疲弱的状况 那好不容易在相关的AI的新品 然后甚至像是电子新品 在去年的下半年 正式展开拉货的过程之中 我们看到包含像是全球的工具机产业 或像是我们自己的国内的工具机产业 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触底 然后甚至开始走回升的这条路 那因为其实如果就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我们目前台股已经两万多点了嘛 那两万多点你说未接嘛 我觉得也算相对高 所以我们在看说 有没有哪一些产业 比方说之前跟大家聊过的 像是PC也好 或者比方说像是手机也好 因为它分别挂了AI PC AI手机 那有没有机会让这个工具机产业 也变成AI工具机 那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这边的低基期 而且是比较属于 今年重新恢复到复苏 这些相关的公司跟个股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留意 我先问一下 从去年这样子的数字 到今年这样的数字 这样子的元气的恢复力到强吗 我认为叫做是平稳的 因为如果就过往的工具机产业 它就是比较属于一个温和的一个产业 所以如果能够从-10%到正5% 这是全球的部分 那如果以我们自己国内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从-18% 更惨更惨更惨的产业 到了一个正2%这样的水准 所以这就表示说 其实这个产业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落底的现象 不过你刚才提到了AI 到底工具机产业 接下来还有哪一些的题材 能够助长它 好 确实 如果我们回来到 整个产业的面向来说的话 因为当然在上个礼拜的 回答的GTC的大会 然后正式来出去 多一个公布出来了 那黄恩勋 匹力大叔 他就展示他的机器人的部队 然后甚至有种小支的 小瓦力 对 如果就整个回答正在推出的 像是软硬体平台 都已经很健全了 甚至像是电脑跟AI的系统 甚至像是AI的生成式软体的话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 比较有一个雏形法的看到了 那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 他也为所谓的通用的人型机器人 建立到基础的模型 那我讲一个 我们自己的国内的工具机产业 或所谓的机器人产业的话 过去的我们在应用上面 都是比较偏向于工业型为主 我们工业型的机器人 其实算是技术领先的 而且曾经一度能够去跟日本去做相近族 可是呢 为什么最近我们的工具机产业 这么疲弱的原因 当然一部分是因为景气 那另外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日元 它贬值的过程 带来它的竞争力 和我们这边的一个 此消彼长的过程 所以如果回归到我们这边看到的 第二点的部分的话 我认为从现在开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国内的 工具机的产业 是不是能够恢复它的一个竞争力 以前日元一直贬值 对于日本厂商 它就有报价上的竞争力 但是现在日本结束了负利率政策之后 它接下来有可能慢慢的转升 对我们就有优势了 是 是 不过我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因为其实如果就日央来说的话 它是第一次升息 然后呢 取消殖利率的YCC的控制的一个政策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日元还是 虽然有点像是升值 但是还是去贬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在FED 或者在所谓的日美的利差的问题 那不管怎么样 至少我看到的一个现象是 日元这边可能会变成一个高档震荡 然后呢 在所谓的FED在年中的时候 启动降息循环的时候的话 会在美日的那个利差 去做一个收敛 那就很有机会让这个日元 就是接下来会走一个升值 我懂 短线还看不到它升 因为短线日元到底升扁 不是看日本央行 看美国联酒会 其实还是要看美国 所以如果在美日的异差 逐渐收敛的过程的话 其实我觉得让我们台场的竞争力 会有效的一个回复 所以这个利多 可能还要再等一下 没错 那不管怎么样的话 在所谓的人形机线也推出来了 那接下来潜在这竞争力 也有机会回复了 那这边的话 我认为如果再挂个AI的题材 或者挂个一些有机会的题材 比方说在下个礼拜 在3月27号 跟3月31号的这段时间 我们自己的台湾的国际工具机展 就要正式来去做举办了 那这一次比较有值得去 他去顾受关注的部分的话 是因为这一次总算是 恢复有一个国际的商旅来台湾了 那目前主办单位估起来的话 大约有30个国家 甚至有3000多名的国外的买主来台 那预估的贡献的数字的话 是大约470亿台币的这个产值的部分 所以这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国内的相关的工具机 重新再回来到国际的市场上面 让大家能够看得到 那这一次聚焦在部分的话 是在数学转型 然后剩下是绿色转型 这两大的主轴 然后这一次的话 还有一个叫做通用机械技术界面的专区 那这个所谓的通用机械技术专区的话 这是在讲的一件事情是 他希望能够让这个工具机 让这个机器人 能够变成是一个通用的标准 让全球的相关的互联的部分的话 可以更轻松的互联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台湾跟国际去做一个接轨的动作的话 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 OK 好 所以这三个题材 有机会让这个所谓的机器人题材 持续的旺下去 我刚才问说 有没有所罗门 你说可能没有第二支所罗门 我觉得也好 这所罗门你现在要买一买不到 每天就是跳空涨停 跳空涨停 没有关系 我们不求涨停 我们要求涨不停的 谁有机会 好 那我们这边帮大家做 两页的那个个股的介绍 为什么要把它切开两页的原因 是因为我希望大家还是用一个基本面的观念来看 相关的产业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可能要用做梦的方式来去做操作 为什么 因为我这样讲好了 因为如果以我们自己的国内的工具机来说的话 真的是有技术 真的是有数字的 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属于题材的部分的话 会变成是 可能它一个点火就就喷上去了 可是那种个股的操作部分的话 你可能要回归到技术面操作 所以策略又不一样 来我们先讲有机之谈的 好 那有机之谈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所谓的领头羊 那我们自己国内的领头羊的话 还是在雅德克和上银身上 然后大银维系统的话是上银的子公司转投资 所以我把这三个比较偏向于有机之谈的部分 那雅德克的话它目前是千金股 然后它的话是目前的国内的系统元件的领先厂商 甚至它有线性滑轨 然后它也有相关的工具机的机器人 所以如果以今年的成长的力道来说的话 因为它前一阵子刚开完法说会 其实法说会的现场我们有研究人去 然后他对于那个现场上面的一个态度 是乐观看待的 因为雅德克他讲到的是说 他其实今年估营收有双位数的成长 而且他的高毛利的产品会推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间点的话 他甚至还估说他们今年的营业利益率 有机会回复到30%以上 这是优于整个市场上面的其他的同业 如果今年营收是双位数成长 是比整个产业的成长幅度还要更大 是没错 主要讲到重点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状况的话是 如果雅德克这个领头羊 他能够优于同业的成长的话 那我认为他就很有可能在这个情境之下 把整个产业把它带上去 就是一起去往上去做比价 第一个他是龙头就是优于同业 第二个他是千金股 我们来看一下雅德克的价位 今天收1090 先创高拉回修正过了 是没错 因为他前一阵子边 可能是因为他那个法术会讲得太好 或者有人预期他非常非常好 所以先拉了一段 那不过至少这边的话 回归到一个比较像是均线纠结的地方 这里应该是季线跟半年线附近吧 所以如果这边千金刚好在这附近的话 我觉得这边就是算是一个手稳转强 有机会挑战前高的雅德克 因为今年的雅德克 我觉得是看好的雅德克 好 所以前高今天收在1090 前高是1290 空间还蛮大的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如果雅德克上来的话 来第二档怎么看上营的题材 那因为其实如果就上营来说的话 就是真正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工业型的机器人的话 其实上营真的它有它的技术 而且它的营收占比的话 大约是接近10% 8%左右 那因为AI会带动整个技术 跟工业的一个成长 甚至它有机会去导入到 自动化跟智慧化的商机 所以如果以上营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我们也切一下 对 没错 好 上营的线型来说的话 它过去一直都是沿着际线 走上去 但是就会拉回 再测个际线再上去再拉回 这都是沿着际线走的关系 那过去的上营 或者是去年第四季的上营 它遇到的问题 就跟刚刚我们看到工具机产业一样 就是需求是减的 然后通膨是在增温的 可是如果就回归到今年 就是有AI题材一起去做进场 然后有它的基本面去做一个支撑 或者就目前来说的话 机器并不算高的这样的位置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沿着际线去做一个操作 会是一个安全的策略 好 就是上营第三档 大营为系统 好 那大营为系统的话 如果你切它可以信 我老实说它有点比较飙一点点 那为什么会比较飙一点的原因 是因为它比较小支 它利用很少几百张 因为它其实是那个上营的转投资 所以如果以操作面来说的话 拜托你就是不要用 追高追价的方式去做操作 因为如果以那个真正有工具机的话 应该还是在上营身上 那可是如果就所谓的系统整合 或像是一些产品解决方案 或像是一些电机产品的部分的话 是在大营为生上 那我觉得还是回归到 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我觉得必须要先看亚德克 和看上营 如果能够往上窜上去的话 其他的再跟上 那个是比较属于良性的轮动 好 所以它是主将 它上来的话就有机会带 好 这是有机之谈 那你刚刚还讲到另外一组织 有梦最美的 好的 那我相信这几 这场个股应该最近大家看到 这个非常非常标了 那不过我把这些个股把它分在 所谓的有梦最美或者做梦题材的 你如果真的要问我的话 其实如果就像广民好了 今天已经出了一个 因为昨天跟今天都出现一个 比较属于大量的14K 来我看一下广民 今天收104块钱 对 但是你看这边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量的14K了 对 那因为其实它该发动的那个题材 已经在3月18号的GTC之后就先发动了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 我相信在这边已经偏向一个多空交战 因为如果就14K线来说的话 表示有人在出 但是有人就想要继续追 所以这就像是领头羊在所罗门身上 然后广民的话也算是第二大的领头羊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如果在这两档个股能够再续创高的话 我们看到的那其他几档的 所谓的做梦的个股来说的话 就有机会去做跟上 可是广民我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个十字K报大量的问题 那华瀚 其实我挑华瀚的原因是因为 它跟鸿海集团是直接息息相关的 甚或是说他曾经并购了一家 AIS的开卖子公司 因为他说他们要加速布局 他的机器视觉和自主移动的机器人 那这个机器人这三个字突然也让他变标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华瀚的现行 华瀚的现行把它缩小一点点的话 会发现说他其实在往说一点点 在对好这边 他其实刚突破这一个 对这个地方 所以也就表示说这个底部打出来 我认为是漂亮的 可是呢也就表示说 我们刚刚看到的像索罗伦门也好 或像是在广民也好 当他如果能够再续创高的时候 才有机会让他再继续往上突破 可是如果当哪一天索罗伦门休息了 或像是广民休息了 那恐怕这个所谓的平台的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会不会是有那种假突破的现象 了解好 所以有梦最美的这个族群 领头羊看广民 有可能把华瀚带上去 这三党都是百元俱乐部以下 还不到百元的 如果三党做一党的话 你会选谁 我们以他作为示范 好那我觉得如果既然要选的话 那干脆就选红准好了 也是红家军 对啊是也是红家军 所以一起选他 那红家军的部分的话 华瀚他的位阶比较好一点点 可是如果以红准的位阶来说 他就可能比较偏保守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红准的现行 因为红准的现行的话 遇到这个 啊前高 是的 好所以我们现在得跟大家 做一个补充说明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毕竟这个GTC的大会 已经是发酵好几天了 是今天要这个落幕了 结束了 对是的没错 然后呢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那个该涨的 其实都涨过一大段了 那如果到目前为止的话 红准已经到他前台 前波的一个压力区的时候的话 恐怕要请投资朋友 就是在这边 不要去做一个过度的追加 那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 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如果这个题材叫做 是有梦最美的题材 如果所能不能继续标 或者如果广民继续标的话 我相信其他的个股 多多少少也会 都会有所谓的补涨 甚至像是一个转强的现象 那但是当然也就是说 因为这边来说的话 真的就是偏向压力区 压力区不追 但是盯着领头羊 做这些补涨股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策略 但如果龙头有一点点 没有再继续往上攻 比如说有机之谈 刚刚谈的这个是亚德克 还有有梦最美的广民 如果有一些些失温了 是不是这些补涨股 我们就不要再觉得 没错 因为如果就 那个所谓的补涨效应来说的话 因为通常领头羊 都是最强的 那你问我说 有没有所谓的地位 我说没有 那如果这些个股 叫做是补涨的个股的话 就变成说那些领头羊 他们休息的时候 这些会跌得更快 我觉得这个反而 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了解 好 谢谢昆仁 请先回座了 这个是机器人 分两种 一种叫有机之谈 一个叫做梦题材 有梦最美了 操作策略 听我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下来 谈谈4月份 真的电价要涨了 而且这一次范围相当的广 不管是民生用电 做小生意的 做大生意的 台积电最高的涨幅 可能这次要调涨25% 但是你说 电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恐怕短期之内 还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电力的相关概念股 绿能的相关概念股 将会如何发酵 休息一下 关注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